范明正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于当地时间12号傍晚 抵达这里 开始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裴青山 和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等到机场迎接 李强表示 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中越关系稳步发展 中方愿同越方携手推动 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李强是在结束出席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并正式访问老挝后抵达河内的 离开万象时 老挝计划投资部长 老中合作委员会主席配 和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 中国驻东盟大使侯燕齐等到机场送行